你真是疯了 月月才是咱的亲生闺女啊 你愿意跟我回家去吗 月月 我跟你走 妈 好 好 月月 姐都说了这种场合要保持距离 我不喜欢大家议论我们的关系 姐知道了 我今天啊给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什么惊喜啊 生日快乐 月月 你们怎么来了 哎 快把礼物拿出来呀 月月 这款包不是你之前喜欢韩景吗 这是你妈和你姐 住完门去给你买回来的 这包都是前年的款式了 谁还买它呀 你们也没什么钱 以后就别给我买这些东西了 这个包还没我一顿饭钱贵呢 是 是是是 月月现在不一样了 月月 好歹是爸爸的心意啊 行了 我知道了 月月 这款包都过时这么久了 你还喜欢啊 不是我的 我怎么可能背过记的包啊 我就说嘛 哎 他们是 哦 我们是 陈经理 以后不准带家属来上班的地方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期 哦 人家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了 喂 你董事长的千金都说话了 还不赶紧走 这种地方哪是你们来的地方啊 就是 上个班还痛下代口呢 真以为当上经理酒店都是你家的了 月月 陈琪琪 没听见我朋友说的吗 这酒店是我家的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赶紧带着你家人离开 就得给他们立威 让他们知道 以后啊 谁才是家人老板 月月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妈 我去找她聊聊 陈经理 陈经理 2068方有人投诉 那琪琪 你先去忙吧 行 爸你照顾好吗 月月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当初非要把咱的亲闺女推出去 说什么享福 好好的孩子变成什么样了 竟连咱们两个都不认了 这一年你我生病 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倒不如琪琪一直照顾着我们 这捡来的孩子啊 都给月月带咱们亲 我们对不住琪琪啊 我当时怎么知道月月会变成这个样子 要知道她变成这样 我说什么都不能这么干呢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已经这样了 已经这样了 别加吧 还不都是因为你 当初非要把咱的亲闺女推出去 说什么享福 怎么了 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怎么不开心啊 没事儿妈 我就是有点累了 妈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我发现琪琪这孩子真挺不错的 酒店才交给她一年 这银月额就快赶上总部的了 你还别说啊 琪琪这孩子不仅性格跟我很像 长得很像呢 妈 我想接收酒店 不是 爹 你是 都是 爹 路 不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